原本写作事业树林无比的丹尼尔 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 更是名声大振 每天收到无数邀请函 他在西班牙巴塞罗那的私人别墅里 和秘书讨论最近的行程 当秘书念一封来自丹尼尔家乡阿根廷小镇 萨拉斯的信的时候 吸引了他的注意力 他谢绝了秘书陪伴的请求 在未告知媒体和朋友的情况下 执意孤身一人返回家乡 接受小镇颁发的杰出公民的奖项 来机场接他的司机为了节约时间 走了一条人烟罕至的进路 在离小镇萨拉斯还有100公里的时候 车爆胎了 而两人都没有手机 无法通知救援 只有原地等待 无奈之余只能在野外过夜 第二天镇上发现丹尼尔没有按时到达 又派车接回了丹尼尔 给他安排了一系列行程 在礼堂看完粗制滥造的欢迎影片后 丹尼尔为了配合家乡消防队精心准备的表演 贝拉在消防车上游行 走在路上会被围观的路人一路跟拍 必须参加恶俗的电视节目 这次采访纯粹是为饮料做广告 还有莫名其妙的老乡来认清 自觉临走作品中的角色 老友呼喊着他的小名和他拥抱 这一切一切跟在欧洲的生活如此不同 丹尼尔耐住性子 霸一般忍让 接下来更荒诞的事情发生了 镇长的热情款待 不过是利用丹尼尔的知名度 为自己的政治生涯增添光彩 因为父亲带着瘫痪的儿子来找丹尼尔 让他为自己的儿子买下一台价格不菲的电动轮椅 还认为理所当然 一个小迷妹来到丹尼尔的酒店 自愿现身 实际是为了让他带自己逃离小镇去大城市生活 而这个女生是他老友安东尼尔和初恋情人的女儿 直到丹尼尔因为公正客观评论的小镇举办的画展比赛 说出了他对文化和自由的观点后 老乡们都一致认定这个人是叛徒 他不得已连夜离开小镇 而来接他的打猎的老友安东尼尔 却因为嫉妒和不满把猎枪对准了他 最后新书发布会的现场 丹尼尔带着自己的新书出现在媒体面前 那本新书名叫《杰出公民》 记录的正是他在故乡的遭遇 《杰出公民》是由阿根廷西班牙联合制片的 118分钟喜剧影片 讲述了一位旅欧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时隔40年受邀重返故土的故事 关注新快看电影 输入电影名称就能看到完整版啦